这家咖啡厅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站立的淡淡咖啡 主打各式各样的甜品颜值都颇高 虽然款式很多 但这个白色皮桃立马吸引了小编的注意力 造型可爱的它其实是一个香草塔 白白的香草奶油中还夹杂着些许香草籽 奶油香甜可口 但塔皮硬脆没有预期的酥感 这个一刀切下去才发现是一个法师栗子蛋糕 接下来小编尝到了永生难忘的冰镇双红脸 明明是个冰咖啡啊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喝到了有钱都没有掉的双红脸口感 这俩也中看不中用 味道实在是太过普通了 尽管这里的饮品和甜品都不尽人意 但不得不说这里的游用餐环境是极好的